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湿润与干旱 中原与塞外 在这里区隔 这条自然造就的分界线 让农耕与油木两种文明 再次相遇 最终成为历史 被黄土深深掩埋 2021年9月 黄土高原上的神木石 已经很久没下雨了 趁着水位不高 人们可以清理水井 昏暗的灯光 狭窄的空间 施工人员很熟悉井底的环境 淤泥下 清理碎石依旧很费功夫 但很快 他们发现 这一口井下 不只有淤泥与石块 还有一些少见的瓷器碎片 井底怎么会有瓷盆 带着疑问继续清理 施工人员发现 瓷片并不是偶然出现在这一口井下 它们反而越挖越多 感觉很奇怪 却又无法解释 施工人员立即将瓷片运出井外 同时上报文管部门 神木 中国百强县 西部新型为都 在历史上 这里武将被出 唐宋石 这座古城有另一个名字 灵州 挖出瓷片的水井 位于城北的一处悬崖上 巧合的是 悬崖之上就是灵州故城 接到消息的黄小龙 在第一时间赶到了施工现场 基本上这个瓷胎 二者都比较粗糙 但是右面比较 特别是外壁上的右 看着较为细腻一些 应该是弹或者挂的 黄小龙 黄小龙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博物馆学专业 他对发现于神木地下的瓷器很熟悉 像这些 我们这次发现的 像这些 你看右侧基本上差不多 也就是一些 平时的生活用皮 一些食用的 像这个可能是个双细罐 这个可能是罐或者皮的一个底部 瓷罐或者瓷瓶 这些曾经邻州百姓日常所用的生活器物 怎么会集体掉进井里 这奇怪的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 从这些出土的黑幼 包括白幼荷花的这些瓷片的瓷胎 包括它的幼色 推断它应该是溯月时期 接近于山西的一些明耀口的瓷片 那么问题随之而来 宋元时期的灵州百姓 为什么要将自家正用的 坛子 罐子扔进井里 那么这些东西究竟哪来 是不是当时的 在这块的居民 因为战乱了 或者发生了各家解极的事情 扔到这一块 但是这个 只是我们的一种猜测 究竟是怎样紧急的事情 或是怎样惨烈的战争 发生在这座崖顶孤城的历史中 瓷片之谜还未解答 神木城北的灵州故城里 新的疑问又出现了 每年春耕秋收时 古井周围的耕田里 当地村民总会刨出 大量碎瓦片和碎砖块 这让他们很苦恼 奇怪的是 庄稼地里的瓦片与砖块 好像怎么挖也挖不完 很多年来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 以至附近的一些农田 因此被废弃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会同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神木市文物部门 对灵州故城展开过多次考古调查 他们发现 这座古城掩藏着太多秘密 2020年 考古队员在调查林州故城时 也曾注意到耕田中出现的碎砖碎瓦 他们发现 村民会将碎砖瓦 集中堆砌在村外的这面土坡上 久而久之 越积越多 这位考古队员研究古城历史 提供了大量素材 这是一块板瓦 它的正面是素面 然后它的背面有这个布 格局以往的考古调查判断 这种协制和大小的 一般就是在北宋时期的板瓦 板瓦 将这片黄土下的遗迹 从宋元具体到了北宋 人们不禁思考 为什么大量北宋时期的瓦片 会出现在农田中